你好 欢迎收看10月1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潘哲宇 新闻一开始在内关心花莲强镇重创地方观光 县府除了寄出整形方案 闻名世界的日本正刚山车 过去多次收到花莲县政府邀请到花莲彩街 11月9号在一道花莲举办彩街游行活动 届时必能为地方掀起一波观光热潮 欢迎在59号在台北西马町红楼二楼剧场 举办2024为花莲加油圣钢山车记者会 活动将在11月9号星期六晚间在花莲市东大马广场 以及周遭路段举行圣诞游行活动 圣钢山车这一次是第五次了 之前来的时候都一直受到我们所有的国内外的旅客 都非常的赞佩 所以说人潮也很多 所以说他这个圣钢市很有情有益 他因为我们零四零三的这个地震 他认为是说他有这个责任再次的到花莲来 而且花莲还是很平安很安全 国民也是准备好了 希望所有的国里所有外面的国际的人能够到花莲来 其实花莲是充满生命力充满活力 那同时他们透过乐仪队的表演 那再加上建中 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次的 圣钢山车的游行 就是透过学生这样的一个活力 透过我们拉拉队的这样的一个表演 其实就要带给大家 花莲仍旧充满了无限的盼望 充满了无限的希望 充满了无限的生命力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大家 透过这样的活动再次来到花莲 所以我们也透过我们所举办的各式各样的活动 我特别在这边提到一个 五月天来到花莲呢 其实我们希望延续五月天 两天的力道能够把它延续到五个月 所以五个月都是来花莲的旅游天 因此我们就推出了一个系列的活动 其中有一个就是你只要五个月都来到花莲 那你五个月每个月来 你最后可以来抽一间的旅数 这间的旅数呢就可以住一个月 而这一个月呢就是包吃包住包玩 那这一间的房间就是你的所有权 所以你可以邀请你的好朋友 能够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来到花莲来住宿 来游玩 那我们就希望能够带动这样的一个景气 不断地提升不断地提升 花莲府观光处长余明星表示 113年升纲山车活动别具意义 因为花莲观光产业受到零四零三地震 连终打击 但凸显了花莲历年来遭逢重大灾害之后 支援能力以及任性城市典范 花莲也从零四零三地震之后 逐步复苏 透过深纲上色来访的活动 除了凝聚来自国内会社会各界 支持花莲力量 更以充满活力的业余队 以拉拉队表演展现花莲复苏的活力与憧劲 记得九尾台北市报道